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洗车厂已经确定收购了 空姐便开始编写她的洗钱剧本 身为编剧的她 三更半夜也能爬起床来想桥段 上一回想出的男主沉迷赌博西马骗过了玛丽 但接下来她跟男主要骗的 可是赫赫有名的 嫉妒组警探汉克 识破谎言是她的工作 要在她的眼皮底下演出好戏 剧本可不能有漏洞哦 于是空姐除了安排男主 到真正的借赌中心上课 还准备好台词剧本 让男主记住说话要点 打个悲情路线 就是说男主中了肺癌后 便沉迷于赌博 利用算牌赚了一大笔资金 所以才有钱投资洗车厂嘛 当然啊 男主全程必须呈现忏悔的情绪 并承诺以后不再读咯 作为结束 空姐让男主忏悔说道 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非常非常惭愧 一个非常就算了 竟然还要两个 靠北哦 要男主这样放低自尊 低声下气 他才不愿意呢 不管怎样 该排念的都排念好后 晚上就是时候正式公演了 男主一家来到汉克家做客 一伙人来到汉克的房间 看他最近收藏的石头 哦不是 是矿石 正当汉克在热情分享 矿石的奇特颜色时 男主突然杀出一堆化学用语 解释为何矿石会出现粉红色 这下子啊 本该是汉克专长的东西 顿时又被抢风头 实在是自讨没趣啊 于是他终于拿出了法宝 宅男独时的调查档案 汉克拿出一张光碟让男主播放 里头竟然是宅男独时生前自制的搞笑MV 加得男主差一点闪尿 随后啊 金魂未定的男主还要照常上演空姐的剧本 从所有人一脸懵逼的表情看来啊 显然是对谎言买了单 汉克还冷不妨杀出一句 拥有隐藏天赋的男人啊 就连儿子小白也问说为何不继续毒勒 这时男主乖乖说出了空姐设计的台词 也就是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非常非常的惭愧 这里指的自然不是沉迷毒品还是怎样 而是杀害无辜宅男都市的罪恶感 随后 男主借机溜进房间翻查宅男都市的调查档案 乌奈亚还没有来得及仔细查看笔记本 房外就传了汉克的声音 吓得他二度闪耀 只好匆匆忙忙地出去与汉克打个招面 到底汉克看了多少资料 有没有线索会指向自己呢 这些问题充斥着男主的脑袋 不过看汉克的反应可以肯定 至少现阶段是什么毛也没有查出来 说回沉迷赌博的事情哦 汉克鼓励着男主说 如果有什么心事可以找他倾诉哦 男主心想机会来了 随即回应说道 如果你面临什么烦恼 比如案件之类的也可以找我商量哦 果不其然啊 汉克还是上钩了 他和男主分享了宅男都市的笔记本 并且说出自己一直在追查的海森堡事实 其中言语之间充满了憎恨 殊不知大名丁丁的蓝色病毒发明人就在眼前啊 话说回来啊 宅男都市在笔记本的第一行写了一行字 我最崇拜的WW先生 汉克开玩笑说 该不会指的就是Water White吧 对此男主笑了笑装这么一回事 但心里肯定是慌张死了 所幸的是 机智的他临起一动 讲到了笔记本中记载了一个诗歌 作者正好名叫惠特曼 最终成功转移视线 带遍了汉克的查案方向 虽然整个过程闪了好几次的尿 但男主也套到了几个重要的情报 第一笔记本上并没有关于自己的任何线索 第二据说警方在案发现场采集到了一些指纹 目前正在努力地识别身份 为了确保事情没有败露 男主立马冲去找杰西 这才发现他生活米烂 醉生梦死 还踢了跟自己一样的西北光头 这会不会是在暗示着杰西的黑话呢 男主火烧屁股下的半死 将杰西拖到一旁 要他一五一十地说出当晚的案发过程 靠谣我 杰西就是因为愧疚而变得沉沦 如今居然要他仔细回想那段痛苦的回忆 岂不是雪上加霜 无奈养 男主一心想知道过程有没有露出破绽 根本就没有发现到杰西脸上的惊慌和恐惧 于是下一秒就被独友们给赶出了家门 接下来的日子 杰西继续过着行驶走肉的生活 这一天下半回家后 他发现自己装满钱的手提袋不翼而飞 一般人遇到这种鸟事肯定会暴跳如雷 但杰西却表现得不以为意 甚至好像有一点庆幸万二的钱终于消失了 隔天一早 麦克找上门来叫醒了他 楼下小杰被五花大绑一大袋钱也找回来了 原来啊 麦克一直都在暗中监视 以防失控的杰西泄露炸击书的制毒秘密 爸爸没有想到啊 杰西领了钱袋便想转身回房继续打碎 一点也不在乎小杰的生死 换作是从前善良的杰西 他肯定会恳求麦克不要杀人 并承诺日后会乖乖听话什么的 但这一次不一样 杰西说服自己不再是个好人 而且沉沦归沉沦 他的脑袋还是相当清晰的 如果麦克真的有意杀人 又怎么会大费周章蒙上小杰的双眼呢 麦克将被反降一军 气得跑向炸技术打敲报告说 杰西这个即时炸弹随时会爆发 看来是时候采取一些措施了 难不成他们要被这男主灭口杰西吗 结果隔天啊 男主就再也没有看到制度的同伴了 就连家中也没有半个人影 男主就能够生气气的 对着实验室的监视器直奔 他在哪里 故事的最后 只见杰西坐在麦克的车上 不知道正在被带往何处 而他也丝毫不在乎 一种任天由命的概念 而这一集就这样结束了 看了几届的绝命毒师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他们的套路 最喜欢就是在标题 剧情 片头片尾 隐藏着各种环环相购的连接点 这一次的主题要点也不例外 首先在开场有个片段 麦克运送冰毒时 遭人开枪袭击 卡车上出现弹孔和英文的标题 Bullet Points 完美的契合 另外 空姐所写的洗钱剧本 以及宅男都市留下的实验室笔记 也同样记录着各种要点 除了表面上的要点之外 它其实还有更深层的意义 比如说 犹如定时炸弹的杰西 便是大家的要点人物 大技术派麦克监视他 男主在想法设法保护他 最后关于片头片尾的部分 麦克在开场的沙漠中 杀死了来抢冰毒的敌人 片尾他同样来到沙漠 同样在车里 只是这一次 所谓的敌人换成了杰西 到底他的命运会是如何呢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集吧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喜欢解说的话 记得点赞留言 还有订阅频道 并且点击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Bye